相隔二十四年 俄羅斯總統普丁再度出訪北韓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出動大陣仗迎接 因為普丁現在可是金氏政權 最重要盟友 這是普丁第二次訪問平壤 與兩千年會見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恩相比 現今的潮惡關係又更加緊密 烏俄戰爭持續 俄羅斯的彈藥不服使用 致力發展軍工業的鄰居北韓 就成了補強俄軍前線戰力的重要支柱 特別是在朝俄都面臨國際制裁的情況下 加強雙邊合作成了兩國突圍的方式 俄羅斯的軍武訂單 也為北韓經濟注入滿滿動能 美國和南韓等國家不滿朝俄軍事合作 齊聲譴責 面對外界批評 北韓和俄羅斯保持一貫態度 否認兩國之間存有軍武交易 不過戰場發現的彈藥碎片 早已洩漏端倪 外界除了從戰爭現場找到朝俄合作的線索 衛星影像也會說話 不只透過海陸輸送軍事物資 兩國之間的鐵路貨運也越來越頻繁 外傳朝俄兩國也有意透過鐵路 大量引進北韓勞工到俄羅斯 北韓向俄羅斯輸送勞力 賺取外匯已經不是新鮮事 早從一九四六年起就有這樣的傳統 為了制裁北韓 聯合國安理會在二零一七年時決議 禁止成員國僱用北韓勞工 但俄羅斯顯然無視這項規範 甚至將兩國間的貨品走私 和人員交流變為常態化 朝俄互動升溫 也為東亞區域穩定 埋下變數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